大家好 歡迎回到網向編輯部節目時段 今天是2020年11月10日 星期二的已經是晚上時間 今節繼續有我許樂山 還有紐西蘭有機小波羅 以得台仰 大家好 22世紀舊日網絡 奇諾利惠近 大馬Sir 馬來近 各位網友好 澳洲紅仔餅 真BC 你好大家好 大家好 隨時珍迪好 記得like我們這段影片 留下留言最緊要是訂閱網向編輯部 Youtube Channel 靜向部曬冷氣三個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點贊 好了 今節回來繼續講講這班牟利 昨天大概我們現在的錄音的時間 24小時之前左右 宣佈出一個驚天動地一鬼神 等我們這班泛暴派講了 忠辭 竟然在胡志 就是這班最恨做立法會議員 其實恨那份量多一點 以他們的能力 那個量真的相當吸引 還有工作量 這樣的人工的工作量 如果抗神 老實說 其實我覺得 雖然他說作家 如果只寫一些言情小說 會買到千多兩千萬的樓 說句老實話 應該有些難度 當然不行 這個太難了 難道就憑那些鬥號 鬥號再鬥號 這些文竟 當然不行 這是不可能的事 還要說 義無反顧的總詞 厲害不厲害 不會退 後面就是萬丈深淵 不用怕那麼多 我們到時 總詞 總詞給你看 我突然說起這個總詞的時候 這個叫做總詞 總詞論一出 其實四方八面也有很多話說 冷嘲熱風也有 叫他們頂住 你總詞給我看 我在等著 想看到你總詞 終於有什麼站出來 什麼黃色也好 藍色也好 什麼色也好 都很想看他們跟著究竟是怎樣 就是怎樣紮紮跳 還是怎樣 還有 政圈不同的人物都會出來說兩句 或者有人可能背後捅兩刀 背後有些人是冷嘲熱風 棉女針 還是怎樣 跟著昨天一節都說 我們今早一節都說了 田北俊說他們是狗 是不是 趕狗入窮巷 哈哈哈哈 真的相當之好笑 他們都 我不知道他們會不會後悔 還是怎樣 死定了 講大了 還是怎樣 但這個暫時我們還不知道 其實我都很期待一個人去怎麼表態 就是這個芒果佬 黃毓民 那時候經常都說 這一幫茂利 你應該快點 哎 總辭吧 夠膽的總辭吧 講了十年都是叫人總辭的 現在他的賣收音機的節目有一節 就回應了你剛才的提問了 謝謝黃毓民 如今莊無作樣 說總辭 政客乖乖取巧 令人恥冷 對 我覺得真的恥冷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自公都做不到太監 魏民主派將被掃出臨立會 哈哈哈哈 自公都做不到太監 哈哈哈哈 真是慘 自公都做不到太監 都不請你呀 你撤了又怎樣 哈哈哈哈 都挺有趣呀 如今莊無作樣 說總辭 也是的 應該是怎樣 如今莊無作樣 說總辭 那是怎樣 昨日鬆無鬆逆 說延任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政客賣乖取巧 令人恥冷 那怎樣 政棍哭哭啼啼 令人恥令人發燒 好了 我們回應了芒果佬 我們簡單單單 那真是相當令人恥冷的 這班人 是吧 絕對是 沒錯 哈哈哈哈 很醜啊 大哥 人家有在媒體 有些媒體放個封出來 就說會DQ這傢伙 這四個 嘩 你這傢伙就殺有解釋 又開大會 又什麼又什麼 你再DQ我的話 我就總辭 哈哈 那個意思是 你真的這樣對我呀 哈哈哈哈 我試給你看 哈哈哈哈 你真的不要我呀 喂 是呀 我不要你呀 走啦 嘩 爛呀 哈哈哈哈 大家好 大家好 其實我覺得他們是想純粹對咒 就是 你們是這樣看 我的看法是 他們可能弄巧成絕 他們想著說 你放風呀 好 就乘機做素材大器 先 你放風我嘛 我就當真乘機做一場拍戲 大器 告訴別人 看看他們多不宜 他們想這樣對我 喂 我說一下 又怎樣呀 你們一直都是想這樣對我 你是不是想去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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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覺得更加像相對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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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出來幹什麼 又要立正節排放 現在 剛才你看到 昨天 胡志偉 真不知知不知道什麼叫挖水法 知道知道 昨天胡志偉跪到挖啊挖啊挖啊 但是胡志偉好像有點地中海 沒有邊仔 挖那個假法來的 其實挖挖我以前小時候都傻傻的 我當時不知道什麼挖水法 老頭來挖挖挖挖挖到自己吐 因為要暈了 這樣嗎?這個是挖頭 那我們說一下有什麼新料 說一下好嗎?冷嘲葉鳳啊 或者這個什麼都好 太多不同的人都跟他們抽他們兩刀 朱凱迪那個抽那兩刀就最漂亮 大家記得聽一下 這些真是刺到個小眼 哎呀你這個 喜劇之王又教了這一幕 我看到湯家驊有些媒體訪問他 那個叫做千禧年代 找他聊聊聊 大家都知道他是行會成員 是嗎?說的說話有些份量 那我看到有些媒體寫著說什麼呢? 現時確是有人不斷測試底線 既然現在是有需要 那就要把底線畫清楚給你看 如果真的這樣做的話 都可以說叫做求人得人 哎呀這一句我都挺有趣的 我突然想起 你這班的立法會員 剛才珍B師都說了 你老到地中海都出來了 你還做一些那麼小學雞 就等於這樣 一家學校呢 本來香港的學校就會嚴謹些 可能就說小識要排隊 小學排隊 跟著老師排排排排排 去到某個位置才解散 或者那些老師好像趕鴨仔那樣看著你 就是因為呢 可能怕你離開了視線範圍 還是怎樣呢 這些學生可能出到 就是可能本來有機會 學校可以給你們小識 就自己出去課室啊 還是怎樣的 那怎知道有一個不小心 有一個很壞的 就是讓你出去 不知道走去玩 跳來跳去 或者弄到手腳還是怎樣的 從此之後就可能 噢不行啊 我給個自由你們 你們就這樣搞 好了我要畫清楚 就是原來小識 是不准離開那個課室門口的 蛤 我搞錯啊 這麼沒有自由的 沒辦法啊 你們有人這樣做 是不是 跳出了條底線 那就求人得人 那你們整班都沒有 就是連這個基本呢 上學的時候 你們要明白這個校園生活的時候 可能有機會面對到的事情 你們都不知道 是不是 都要去犯的 那該你今天 是不是 說一句 就是因為 其實這些伏水法 一般來說 頸都要夠力 還有長一點 但是 胡先生好像都是比較矮小一點 每條頸看不到它伏 其實整個身體都伏 嗯 那我們再說一下湯家驊怎麼說 其實挺過癮的 湯家驊已經問你怎麼看呢 這件事對於說會DQ他們 湯家驊就說 我不會評論一些未經證實的傳聞 這句好東西 這句正 其實你們都可以像湯家驊這樣回答 哎呀 說DQ你們啊 我不會評論的 我就搞定了 他們是想做勢的嘛 他打算趁機做勢 扮成虎主嘛 就是看一下 都沒有是真的 你不是一個虎主 你是疑似虎主而已 都沒有說過是 那他們一向都是做這件事 就是等於 反逃犯身退條例 他叫做反送中 是一樣的嘛 明明是沒有話要說到有話 明明說一地兩檢 放在那個西九站 於是就說 有消失的密室 這一次都是這樣做的嘛 操作是 嘩小小東西 作帶來做 看看那些人的反應先 咦 旁邊的黃絲奶 告訴我那個壞人 啊 零一絲奶 說那個壞人 想掃我們和我離婚 好 就和他玩莫大的 哎呀 就拿一把刀 在那邊戒手 老公 你是不是想和我離婚 我戒手 我戒手 我做操作 一時真的戒下去啊 兄弟 那於是 現在旁邊的唐邊殼 即不是唐邊殼 我們那些明眼人見到 又你呀 啊 你厭不厭啊 你 還有一件事 他忘記了 喂 這份工是你份工 不是我份工 這十萬元是你的十萬 不是我的十萬 是不是 你的大局 不是我的大局 哈哈 喂 別傻了 之前可謂那個叫做反送中 即為什麽會得呢 可能那些人就怕有機會會拉他 啊 所以呢 即那個什麼 水果部呢 做什麼豬肉佬 街市豬肉佬的故事就是這樣 那 跟著湯家驊就 剛才都說了 那些人不斷測試的底線 還有呢 如果人大呢 常委會呢 就是都要 就著這個叫做違反誓言 劃線的話呢 哦 即是剛才所說的 特化所說的 即是要給了一個標準的一個框架 哦 那到時你們這次呢 你們就求仁得仁了 那好吧 這個風塵朴朴的湯家驊呢 哇 真是湯都沒有好喝啊 那麽噴不噴 再去到這個晴朗爹天出發的地方的時候 再接受一下這個訪問 就 啊 幾過癮啊 這樣說 不知道是真心還是假意 就說 呼籲這些凡民呢 哎呀 你不要總辭啊 你總辭啊 那就可能回不了進去的了 沒有人有益啊 哦 是不是 Jeff你總辭了呢 喂 你不用止以選的了 我們之前在節目都講過了 你們自己那個民調呢 都是很多你的支持者都頂不住 是呀 支持他們不住是嗎 是呀 支持你不住是呀 既然支持他們不要做啊 那時候都想他們總辭可能 芒果佬上身啊 那班人 湯家驊都出聲啊 平時他都 也有出聲 但是好像不是很積極的 那我覺得他都善意的 真的這個他都善意 其實他都說出 喂 你回不了進去的 到時你又沒有得供樓啊 到時又說 又說 沒有飯吃 不要在這裡哭啊 老闆 你知道有人是剛剛買了樓沒有多久了 哈哈哈哈 是啊 是不是 你知道香港的居住問題是最大的問題 那麼你 那麼辛苦才變成 上到車了 那你現在有 其實我會第一個半變是康俊宇的 我經常都覺得最早半變一定是他 家日文建聯 都可以的 家日文建聯就可以了 這個湯家驊的名字 我經常覺得他好像以前 萬年踢球的一個 吃中場的湯家驊來的 這樣啊 我們說一下 我們拆開一點點說 有人就去問一下 張建宗 林鄭不在了 他現在暫時 這個叫做處理特首 他又說 對於這些有關的報道呢 我只是覺得是純粹這個揣測 你討實的話 我現在這個階段 就不能夠回應的 也都不會回應 這些是很得體的 連江頭忠都 他都知道應該要這樣回答 你這幫泛民 乘機一哭二鬧三上調 是很難看的 是很傻啊 天真 太天真太傻 就了一個報道 就說自己要總辭 是不是 他現在 其實這張建宗 這張建宗這樣說 他們更加爛了頭 就死了 究竟誰是真 誰是假 大家有沒有看過 那個叫做 周星馳的破壞之王 有的 他不是最後要去打那個擂台 大師兄 跟大師兄 打那個擂台 然後大師兄就說 咦 就派人去監察一下他們 究竟怎樣練功夫 還是怎樣 但是發覺他在那裡 什麼打邊爐 叫他打 是喝玩樂 都沒有練功夫 然後大師兄就說 咦 他們到底搞哪科啊 大師兄出來沒有信心 一胡志偉 就好像大師兄 咦 個個都沒有 然後張建宗又不回答 個個都說不知道 不會揣測 你說越不揣測 又不說多一點 他們更加 我想 再拗 下次出來 胡志偉的頭髮比張建宗還少 這樣拗 死了 他就是 我不管你真假 總之你這樣做 我就這樣做 他的態度就是這樣 我覺得就是 你是想離婚 離婚就來 我不怕你的 但是他做得很難看 以前我看過一則新聞 我也不知道是少中有女還是怎樣 就說一對男女就在車廂裡 就吵架 就是個男人駕駛市家車 那女人坐在副駕駛的位置 吵架 下車我要下車 快點停車 下車讓我下車 讓我下車 那女兒就 一推就推開了門 整個輪都下車 很危險 很危險 就是可以自己駕駛 就是一起步就會駕駛了 但是有些是不會的 要你的手按回 那女兒呢 就是 他想要拔一下那個門 誰知道拔到開 別玩了 在開車的 所以其實 沒錯 大馬上說出重點了 喂 胡志偉 你還在做議員 這個只不過是謠傳 是不是 別玩了 總辭 是不是 你說大了 那就 繼續說一下 至於叫做什麼 至於宣佈一旦DQ 就會發動總辭 說要發動總辭的 這個召集人 這個什麼 民主派召集人 咦 不是叫召集人 應該叫招集人 心急人 心急人 心急人上 整班cookie 九個 不是又不是八十年代 他也有份去千禧年代 就跟他說一下 暫時就說未為這個總辭定下這個時間表 因為太太太問了 什麼時候啊 等著總辭 立刻做 快點做 然後就說 現在就會繼續維持所謂的議會的抗爭 是 就說 現在 這樣搞法都沒有辦法 一定要繼續做下去 然後再問一下 咦 楊過橋 你是DQ的第一名 那你怎麼看啊 然後說 當局的行為簡直是瘋狂 修了整個一國兩制 我們記住 人家都沒有做事 沒有做過 是不是呢 怎麼說人家瘋狂啊 是啊 就是這樣 你正在上班 還要炒我啊 一隻瘋狂啊 炒我啊 有傳聞說 你也沒有收到信封 大哥 你也沒有收到 你年底啊 年底炒你啊 總之說 過世的眼前才炒你啊 這樣也有的 我收到封就是這樣啊 然後就立刻 開了email 大喇叭 發了email 有這樣的傳聞 那家公司一定瘋狂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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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家公司被侮辱了員工的制度啊 蛤 逼我們全部集體不做 你做什麼呀 你做什麼呀 人家都沒有動手 人家根本是 可能是 現在不知道 是怎樣 但是可能人家就是 他老闆就是 拿隻眼尾瞎一瞎 蛤 瞎一瞎 蛤 他一定是炒我 這樣炒了我一秒鐘 哈哈 之後就 鼓動的同事 他要炒我們炒我們 快點反啊 反啊 這樣吧 他想叫所有人都反 其實我覺得他是 目的是想叫所有人都站在他那邊反 我們反啊 想試一下 怎知道現在就騙著蒙昇 依然煽動失敗 哈哈哈哈 咦這樣不是啊 家臣生 我看到那個反應是叫他們快點看總詞 快點叫他看到總詞 哈哈哈哈 我也很想叫他總詞 走啊 走啊 就是 都是那句 那個老公 隔壁的黃師奶說 見到你的老公去滾 於是 現在他要走去跳樓 怎知道隔壁的人就說 快點跳吧 八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現在呢 他們好像一隻 那些叫什麼呢 黑熊還是怎樣 當是獅子 好嗎 獅子老虎 當然沒有牙的老虎 沒有牙老虎 這幫人 沒有牙老虎就在籠裡面 然後就 瀑了在那裡 可能門口就寫得很凶猛的 小心啊 咬你的 不要走那麼近 老虎都還好 真的 沒有牙老虎 沒有牙老虎 然後 喂 喂 咬人的 老虎 這麼久都不動 拿石子扔他 當然 我不是猜這個行為 千萬不能這樣傷害動物 咬他 那現在就這樣 扔啊扔啊扔 快點動啦 動啦 怎知道 就很苦 哎呀 那這幫人就 笑死了 現在吵得那麼厲害 我真的不明白有什麼好吵 然後 湯家驊呢 他就了這個叫求人得人論 挺好笑的 我們再補充多一點點 好嗎 好啊 他都說了 因為呢 這個所謂呢 叫做一百零四 基本法的第一百零四條 那個 某程度上呢 就不是那麼清晰 他所謂的叫做 劃線的 那個問題呢 有機會 即使是 代表是 那個叫做釋法也好 還是怎樣也好 那是不是要這樣去清楚呢 那是不是 那如果這些呢 就是你們自己 到時成功爭取了 那個框架究竟是怎樣呢 那你們自己拿來咬 那怎麼為之叫做 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呢 其實呢 也是有得咬的 那到時是否真的要去在基本法那裡釋法 再來釐清 那他們的定義究竟是怎樣呢 哦 那就好了 你們呢 計量游之後呢 嘩 又一次傑作 哦 是啊 但是其實是 我覺得現在 不會再認識 其實你們是不停地拉布 是有辦法解決你拉布的 嗯 那另一件事了 現在呢 那個所謂的謠傳 我們在節目裡也提過了 其實那個焦點呢 就不是說他們 那是拉布的 只不過是拉布來挑起了 過去呢 他們究竟是不是忠誠於基本法 或者叫做效忠基本法 那個問題 是的 現在是虛訪一槍而已 他們就害怕了 是 就是 拉布不忠誠是 都是講的 某部分人是講的 我又再講一下湯家驊 又怎麼潤一下他們 其實都 挺搞笑的 哎呀 我都不想這麼公開講這些話的了 但是這些民主派呢 喂 大家都 這麼高 這麼大 這麼大個人 會想事情啦 不要讓人畫公仔 畫出場啦 完全像那些小孩 逼你呢 要拿些藤條出來 就是你拿些藤條 都可能不夠 要你真的fit下去 你信不信我再講 我打下來了 還在跳跳跳 蹦蹦蹦蹦 那些 就像真B師的BB 那樣 快點吃 不吃 不要到處撥 還是怎樣 我整碗搶回來 你不給你吃 但他還繼續在那裡撥 我兒子會搶回來吃 他很喜歡吃東西 哈哈 可能要 你不乖 你不帶你出去玩 那些 是 是 希望 如果大家沒有機會 大家坐在一起 爭 爭取民主 尋求共識 那 那 怎樣是你們 履行 你們從政的目的呢 倡家驊 都 與大相關 都給你們一些很好的建議 如果你們都 其實都 都 其實 我覺得有些少少暗示 你們也太小學生了 也都 太小學生了 還有你們不要想著自己的總辭 就好像芒果佬那些 是吧 他過了 就是總辭那個機會 是早就過去了很久 是啊 是啊 不過 芒果佬他最先講總辭這件事 他真的講了十年 而且艾極你們都不肯 現在才肯呢 你肯被他笑是很正常的 是不是 現在被全香港人笑 笑到臉都黃 就是他們覺得自己呢 靈魂出了竅呢 還可以回到去 那就不行了 那你們應該下輩子等投胎那一隻 是啊 所以當家說 哎呀你們出 走到出門口呢 那就反不來 那時候呢 什麼心臟起駁啊 什麼都救不了的了 反魂佛術的了 如果是的話 都挺好看的 到時候整個呢 那些什麼民主派啊 什麼民主黨啊 公民黨啊 嘩 一炮過呢 灰飛煙滅 因為沒有議席呢 那個 立即那個能量呢 就降低了很多的了 嗯 那時候 如果記得社民年呢 為什麼會 曾經啊 也許呢 未必不過呢 就風光過的時候 都是有所謂的 叫做社民年三子 是吧 是 所以就算是這樣 現在呢 噢 沒辦法了 這樣 社民年沒有紙 是 沒有立法會議員 是 現在 其實他們當時就想著 如果今年十一月太有得選 其實他們當時是寄了 就是 我聽到他們說 其實寄了重望給岑思潔的 不是吧 這樣就糟了 其實現在人氣最大都是他 他都剩下了 其實 因為明又不可以選了 到他黨都 社民年都沒有什麼人選可以放出來 沒有辦法 還有不L軟 不過不L軟也是不行 算了 他是上一代的 其實他 是上一代 但是好像他都在80後來 算了 好像90後 但是 沒辦法 暫時來這裡先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